知道干啥最赚钱 来我告诉你 那当然是挖矿 挖出一个钻石 直接变成高波帅 所以我来了 眼前就是我的矿田 发家支付球从这里起 在这里答应逛空其实也很简单 只需要拿着铲子在地上掺一点土 我没看错吧 这土越掺越高 有点诡异 我再看看 倒置之间还是先挖矿 拿铲子掺了一点土 放进这个装满水的桶里 然后 然后就这么刷刷刷刷 就变成一个矿了 这第一个矿石就闪闪发光 肯定能买少波帅的价钱 既然如此 那就拼了命地干起来 哇哦 满满一桶的矿 这要卖多少钱才得劲啊 走 咱找个商店老板去 诶等等 这地图好像是英文的 哪里是商店啊 你好 你是商店老板吗 您这收矿吗 嘿 瞧我在这烈日下崩步的身影 我容易骂我 不过好在我还找到了 我看看多少钱 49块钱 我刚做了半年 你就跟我说就49 臭不要脸 也行吧 说不定是挖出来矿不够高级 回去加倍干活就好了 现在这天都黑了 伸手不见五指也不适合工作 不行 得买床睡一觉 一张床二十四 我刚刚星期过五 二八年才49 抢钱吗不是 不行 我得尝尝是要把这床偷出去 哎 它就直接消失了 这个防断手段真高科技啊 行吧 我只能好好休息干活 只能破败买价了 关灯 睡觉 来了 又是精神满满的一天 为了能多赚钱啊 今天要增加效率 之前都是一产土刷一次 但是我发现这个小筒可以存筒化 这样就会一次刷一大筒 得到的矿物 这不也翻倍了吗 看来小矿是越来越多 舒服啊 那就看看能卖到多少钱 89 是比刚刚多了呀 用更少的钱拿到更多的钱 很好 这钱放在一起还变多了嘛 但是这样效率不是很高啊 一个筒一个铲子丢进水里 然后刷出一颗石头 这要干到什么时候啊 要想赚钱速度快 还是得提高矿工的生产力啊 这么多筒一步到位 怎么这么麻烦啊 摆完整集 排排座 开始吧 对了嘛 这样就对了嘛 一次性全部收集啊 我就开心的往山上走 珠宝店老板 我又来卖矿了 这次我带的多哦 您看看给我多少 110 我操了这一笔大筒 你又给我110 我还就不信了 我今天赚不到你的钱 刚刚挖出来一些 没研磨的宝石 这里提示我说 可以研磨后 售卖给珠宝商 意思是研磨了 就多赚了点是吧 行 我今天就赤巨子 买上这么一台研磨机啊 你最好别让我失望啊 挖宝石去 挖到了 一个被封印的蓝宝石 我发现支付就扣你了 哎 这就是研磨后的样子 我怎么感觉有点像巧克力 毫无光泽可言 这真的能卖一个好价钱吗 试试去 什么玩意儿 以后谁骗你们说挖晃赚钱的 都赶紧报警 这简直就是诈骗 但是花束回来 是不是因为我挖得太浅了 我记得深层土壤才有好晃 行 下一回我就往生了挖 试着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